大家好 我是阿吐 今天呢 我们到这边一户农家 这边来看这个小猪仔 不少朋友呢 都私信阿吐说 最近呢 有没有那个鹿川猪仙猪小猪仔呢 今天的话 我们来了 这一家农户这边呢 养了三个大母猪 前几天呢 上个星期左右吧 下了两窝小猪仔 现在的话有20多个小猪仔 在里面 我们带大家看看 走 你们看 就是这一窝 这边呢 是一窝 那边呢 还有两窝呢 看到没 里面呢 还有两个猪狼 现在这一窝的话 总共呢 是生了12个小猪仔 非常不错 这个公和母呢 一半一半这样子 这个母猪看到没 非常的长 而且的话又辣疲 像这种生出来的小猪仔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不错 挺长的 看到没 现在的话才七八天这样子吧 再过差不多一个月才能卖 现在的话这个小猪仔呢 每天都有很多人过来这边看呢 鲜玉杆 番薯叶 米糠 然后其实剩下的剩饭剩菜 看到没 以前呢 农村养猪花都是这样养了 现在这边呢 还是这样子 吃的东西呢 都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可以说是素食 你们看 这一头母猪呢 厂下的小猪仔呢 全部都在那边呢 看到没 那一窝呢 就十个这样子 公母呢也是五个五个的 都是对半方 非常不错 看到没 挺长的 这个小猪生 现在留在那边窝着睡觉呢 零咖喱 这边养这种香猪呢 已经养了有二三十年了 你们看到没 刚刚那位阿森说呢 这边的猪呢 不能太杂了 必须要把它分开 而且要给它足够的空间 这样养猪呢 才会比较正常 比较顺利 看到没 这只小猪呢 非常非常的可爱 全部都窝在这边了 大哥那个话 是老师兄 大师兄 看到没 非常大个了 现在呢 才七八天 十天这样子 脸窝 非常不错 太可爱了 这小猪仔 刚刚呢 我们到里面去看了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呢 这小猪仔的话 真的是太爽了 看起来都想抓一把 现在呢 这边这种小猪仔的话 工的呢 五六百块钱 这样子 母的话就比较贵了 现在小小母猪的话 现在呢 是要差不多一两千块钱的 一千八 一千七 一千九 两千 都有价格 非常贵 你们那边现在这些小猪仔 都卖什么价呢 欢迎留言讨论一下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